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兄弟 这位大家平安 我是叶帆 欢迎我们今天来收看健康新一项 这个气候是在专编 这个温度是相差更大 我们就很容易会感冒 有的时候会扫耗 有的时候会扫脱 有的时候会腹痛得咸咸咸 这个时候我们都很惯 是会去洗澡房来买一些辣椒来吃 不过因为这种把流行性感冒 动作是稍微看病的这种态度 只有可能会让我们等待到治疗的时间 而且会威胁到我们生命安全 所以今天要邀请大家最后来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 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 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马甲变医感染科的郭建峰 郭医师 郭医师你好 月姐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甲变医感染科的郭建峰 郭医师 今天更欢迎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来敬担这个流行性感冒这个话题 郭医师我们知道根据世界卫生做一个构架 在这个流行性感冒流行的这个体制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会去感染到这个流行性感冒 是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高危险群的患者 因为这个流行性感冒 有的时候要住他们的 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并发症 因为并发症来失望 所以说它有通计出来 每一年大概有三百到五百万的 这个危险的病例 而且这里面就大概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的人 因为这个流行性感冒 我们本身才是应该的这个并发症来失望 所以这个流行性感冒 跟我们以前小晨的时候那种感冒已经是没有什么样 所以请郭医师来给我们的观众给你介绍 到底什么是流行性感冒 其实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 比较正確的观念就是 这个流行性感冒跟我们普通的感冒是不一样的 普通的感冒是你一年一年可能都会对 流行性感冒就差不多是这个冬末存储的时间 都有可能的对 另外这个流行性感冒 它的病毒叫做流行性感冒病毒 普通的感冒病毒就是其他的病毒引起的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病就是不一样的病 流行性感冒最近你经常看到很多电视 你说如果对的时候 大家都整身去乘疼 发症 还有整身到头软到头 时间也比普通的感冒更久 所以这两个病基本上就是不一样的病 所以大家互相混合一谈 所以还是要更细緣就更好细 是是 果然说想要请教你 这个流行性感冒的传染途径是什么 这传染途径大部分就是 我们打脸像咖啡的时候 就把这个你呼吸道里面的病毒 经由这样的途径传染给白人 白人就可能吸进去空气的微粒就这样掉了 所以这大部分都是呼吸道的途径 那这些部分接触也会传染 比如说呢 比如说如果有人闻过这个东西 有病毒 你继续闻可能也会得到 但是这可能较不少 大部分还是这个没有了 呼吸道传染更多 再来就是想请教你就是 这个流行性感冒的传染 刚才郭医师你有说过 有很多症状 现在是不是 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 再清楚地介绍一次 让他知道他要怎么来分段 分别的 我现在是流行性感冒 还是实际说 我真的是因为 多少人在疼痛 这样喔 这有整个分别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季节性 比如说你在夏天 这流行性感冒的机会就较少 所以你看 我们每年政府有在服务 要煮这个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这个 十月、十一月的时间嘛 因为这流行性感冒的季节 就是这个冬末村出 较有可能 所以像你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有这个症状大概的机会就很少了 所以第一个 季节性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如果要以症状来说的话 两个症状其实是都差不多 但是流行性感冒的症状会更严重 比如说 如果发生流行性感冒 可能会症到三十九度、四十度 而且有时候还会症四五天 有人说 医生你如果症状 你症状四五天 还没症状 这自然的病程就是这样 第二个 这普通感冒 你可能不会症状到症状到 但是流行性感冒 这很厉害 有的人都会症状到 整天到远程座 根本就没症状 所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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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的症状会很严重 当然其他的 这 会症状疼 这整个症状疼 也都是流行性感冒 更有可能的 普通感冒 就没有症状 普通感冒 价格就是 流品水 鼻塞 这样而已 但是流行性感冒 低了症状 以外就是发高烧 和全身区的症状 会很明显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别人说 大家可以 以这个季节性 以这个症状 来自一个区别 所以 不听过意思这样说 就是说有些最简单的分辨的方法 就是那些严重的程度 对 不错 假如说你如果是 一两天人生生可能 更有可能是流行感冒 但是你如果严重感冒 每天都要躲在民层上 或是说 整身区疼得很厉害 这就是 你要怀疑你是流行性感冒 这是不一样的 对 对 不错 还有就是发生 你如果生一个四、五天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稍微 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感冒过 因为普通感冒 多数都38度出 其实人也还好 但是这流行性感冒 就真的很吃辣 这个流行性感冒 有多几种的形态? 这其实流行性感冒 如果要照分开 它有分成什么 A型的流行性感冒 还有B型的流行性感冒 还有C型的流行性感冒 当然 在我们普通 其实这不是很重要 但是 A型流行性感冒 是更接近的 也是更严重的 比如说 A型流行性感冒 我们普通的 人中的流行性感冒 是受于A型的 青流感这种 也是受于A型的 比如说 麻流感 感染 人 以外的动物的 流行性感冒 都是A型的 如果其他的B型 C型 这就 更不接近 另外 它的症状 也更不严重 所以 我们普通 更烦烈的是 A型的流行性感冒 我们现在要治疗 流行性感冒 的时候就是A型的方法 也可以治疗 B型 C型的吗 可以吗 可以 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治疗 都差不多 就是 我们等一会说 他就是把他分 中文分清楚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很关心 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报道 它会有并发症 尤其是我们刚才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 有很多高危险群 在缓假的因为流行性感冒 来引起一些病发症 是 有很多老大人 其实他们来过去 不是因为疾病的本身 是因为感冒 引起的病发症 来离开 所以是不是 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介绍 这个流行性感冒 有可能会引起 打几方面的病发症 大家如果在观众朋友 就知道 今年有过来 因为流行性感冒 贵心的案例 大部分 都是这些疾病 引起贵心的 因为流行性感冒 如果更厉害 就像那时候SARS 会引起我们的疾病 如果疾病 如果处理不好 你就呼吸衰竭 就要擦控 然后就贵心了 另外 也有听到这个案例 就是 比如说 孩子流行性感冒 他们去脑膜炎的 贵心的也有 还有 更少就是 他们去心肌发炎的 心肌炎的 这都有 当然 如果刚才 这个病发症 在我们的通称上 叫做流感 病发重症 就是严重的病发症 这都是要通报 给疾管局的 他们哪有法度 做这个通计 通计说 今年流感 到底做成多少失望 这是更严重的 各位师傅 早前听你这样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一定要治疗得好 对不对 这个感冒一定要治疗得好 当然 是什么样的程度 叫做治疗得完全好 因为 尤其你说的 尤其是肺部 这阵子 像流行性感冒 所以兴起的病发症 都是疾病来 对 我要怎么知道 我现在已经好到脚了 我没有因为这样 拖一个味道 结果来引起其他的毛病 其实 这个病毒性的感染 应该这样说 大部分的病毒感染 其实 不用治疗 你自己都也是会好 重点是你的抵抗力 你的免疫力 你如果免疫力好 你的抵抗力好 你的抵抗力好 这个病毒 存在的这段时间 你的免疫力 抵抗力会慢慢克服 就慢慢会好 当然是不可能 一时间就好了 说一两天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 但总是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好 但是如果 刚才那些 流行的人 免疫力较慢 这就 我会更烦 这个时候 比如说 他如果有 抗痠的症状 意识不清的症状 这我们就要 怀疑有病发症的症状 当然 就要做一些 比较积极的处理 和治疗和诊断 这样才有法度 去对症下药 是 好 谢谢郭医师 对我们这年来上次的 这个介绍 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进一大功课 之后 再会来请教贵医师 欢迎回来 健康新一点 在这个节目里 我们要继续来 请教贵医师 这个流行性感冒 我们要如何治疗 如何以防 各位师傅 想要先请教你 是 我们这个流行性感冒 真的会可以 不要吃油 不要煮什么 就自己自然会好 这要分几个产品来看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的人 这个流行性感冒 其实不太严重 这就在家 自己自我休息 自我隔离 这补充水分 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有的人 发高烧 全身都生疼 倒不住 这当然你来文静 回家是 急诊 煮一个车 可能会有 一些帮助 当然像刚才说的 激烧的人 会有并发症 血压 脑膜炎 心肌炎 这当然就一定要 断他治疗 像我们看文静 很多流行性感冒 其实不说到他严重 我们都叫他 对付自己 休息 多补充水分 如果真的有需要 开一些治疗症头 例如说 烤烤 替烤的 流瓶水 让流瓶水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是 是 接下来我们就要 牵到过一时就是 这个流感疫苗的部分 是 这个流感疫苗的效果 到底是好到 什么样的健康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 应该要去做 这个流感疫苗 我想在座 客户是 这个电视机 头前的观众朋友 应该 都有做过流感疫苗的经验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可能有今年做 可能效果不错 有的某一年做 效果不错 我认为这其实 含这没有 流感疫苗的性分 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流感疫苗的性分 是每一年 这个科学家 他们去讨论说 今年可能流行 对几种流行性感冒 去设计 所以你如果有做过 你可以去看看 它里面有两种A型流感 我刚刚有说过 有A型流感 还有一种微型流感 但是这A型流感 微型流感 有很多种 所以他们就去看 今年可能 有可能 你可能 对几种 去设计 所以有时候 如果有时候 如果有得到 可能 今年的好课就好 可能 如果拍摄 又不错 可能做好课 就比较不好 但是我要说的是 不管如何 我还是鼓励大家 一定要做流行性感冒疫苗 因为 虽然做疫苗 不一定 会让你移动 流感 像我刚刚说的 可能会不会 但是 应该是可以 减少病发症的发生 因为流感的 这些贵心都是病发症 所以 老人家 住在安养院 有疼病 有心肺疾病 有心肺疾病 那些是在病院 吃头肉的 像我 都要做流感疫苗 是 所以说做流感疫苗 有做 可以移动 就对了 可以移动 但是就是 效果的差别 可能有时候更好 有时候更坏 所以有人 有时候 有时候抓到 有时候抓到 对 有时候病毒 因为病毒很突变 病毒突变更快 这些流感疫苗 效果就更不幸 所以 你看看今年的 《报章》杂志 我们的疾病管制局 该感觉 这些流感疫苗 效果 更不幸 但是 也是要做 久一点就是 我想也是 观众朋友很关心 因为 好像前几年 就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新闻的篇幅 就是说流感疫苗 有副作用 到底这流感疫苗 真的有副作用 还是不一定 不管是做什么疫苗 可能都会 做到这些副作用 最多是贵病 这是贵病 这是贵病 因为这疫苗 也是病毒的死菌 或是活菌 在提炼 所以有时候 够够的贵病 最多就是贵病 当然有的人 注意说 住的这个地方 会痛 会紅 这是很少的 还有一个 最近 在9年 引起的话题 疫苗 有韓国人 到底感染 那时候 差到肺肺痒痒 对 当然 这个议题 在美国 是有很多争论 当然 在我们的看法 应该是 没有什么影响 尤其是 台湾的小儿科医学会 也采取豪佑公 这其实对孩子 没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小孩 也是要做 所以大家 忙的医学传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对啊 那些报导真的是让很多的家长都很怕 医学传 不能去做 对啊对啊 来给我们澄清 还想要继续请教的过去书就是说 每个人都适合去做流感疫苗 还是说 有多几种人是不适合的 当然 最大的不适合就是说 你如果对疫苗 贵病的 你就不适合做 比如说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的贵病 当然这个 如果要做疫苗之前 我们就会 是 先测试看看 没有啦 我们就会问 你以前做疫苗 有贵病的过敏史 所以过敏史是很重要的 有人比如说 有人吃鸡蛋会过敏的 就要洗鸡了 所以可能就要洗鸡 所以可能就要洗鸡 大部分是这样而已 不然其实 很多人说 不要做的 是比较少 当然有的是 因为个人的因素 那就 没办法 因为有的人 真的做流感疫苗了 会有那些流感的症状 就像我们 那时候科学之前 那时候做流感疫苗 结果煮一个 刷在那里感冒 在那里感冒 在那里感冒 有没有爽快 还一两天不能打车 就靠不定 所以也是有啦 是 想要请教郭医师 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客流感 客流感 客流感 可能大家有印象 这是在 几年前有没有 情流感 在流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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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流感没有 做上全国的 抢购 大家都要买客流感 以防情流感 所以客流感 这基本上 就是一种 可以医疗 流行性感冒的一种 油 或是一种抗病毒的油 它可以治疗 情流感 也可以治疗 人类流行性感冒 对 但是 到底这个客流感 到底用得到 基本上 这有一个媒体 要跟大家说清楚 你如果有 赞金有买客流感的人 你就可以看他 上面的页子 上面的水面 他的 写法是说 要正头开始 两天这大火炮 所以 这就 比作有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 每个人都在 正头 开始两天 两天 的两天 就有精断出来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哦 你如果 因为台北人可能都 我可能就在那儿 就当初休息一下 第一天 又不好 第三天再来看医生 再想说要看医生 医生说 你如果是流行性感冒 哇 可能三天 就不好 他上面是谁说 要在两天里用呢 乔哥两天就不好 他这样是 是哦 所以这里面就是 美化 但是 应该这样说 譬如说精断两天 精断两三天 这个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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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如果有这个意愿 也是都会给 开这个医生给他 但是这个医生 目前是都一定要自费 所以 例如说第一 你要自己开心 生育房买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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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医生 之前是 所有人说的 战备用药 这个疾管主家 拿来 储存起来 要对抗禽流感 但是禽流感 可能最近 没有来 这医生也有存 所以就开放 可以在自费购买 是 所以就是 贵书给我们的建议就是 教授你如果说 你在家里 艱苦很久了 你知道这是流行性感冒 你不管了 你就是生育便宜做检查就对了 对啦 先来检查 当然 看过这个时间 如果没有过这个时间 你如果有意愿 要自己用这个药 就自己用 还是不要 那不是才好 对啦 你如果发现你的症状 不是很对的时候 你就先去看医生 教授 如果是两天来 还是从医生就会跟你说 你是不是 要吃这个客流感 还是说 你要用便宜的治疗方法 对 有多一个选择性嘛 对 就是说 在这个 我要在这里 告诉大家 就是说 在这个流行的季节 就像我说的 我们这个冬末 春初这个时间 啊 你如果有多年间 这个发生 这个整个人生疼 因为 这个流行性感冒 是一个病毒性的疾病 它的潜伏是很大的 差不多一天 到三天 是 所以 你如果有接受这种人 你如果 两三天 两三天就知道 对 应该就有症状 多少差不多一星期就知道 你如果有症状 我认为 你就 快来便宜 看医生 那 得到 及早诊断 如果有 你就看要做什么 处理治疗 不然 你自己也更放心 是 到底这个流行性感冒 要如何以后 这流行性感冒 以后 可以分两个人来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第一个 年纪大的人 要出疫苗 因为疫苗是 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力的 所以这也可以让 这 这老人 这 这 症状的病人 会有 这病发症的危险性 嗯 第一个就是说 要克力本身 因为 这个流行性感冒 是一种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大部分都是要克力的免疫力 所以你可能自己 就是要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正常生活 正常饮食 这些研究 可能就要戒掉 这样 到够预防 这个流行性感冒 入侵你的身上 是 我们今天真的 就 感謝郭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针对我们今天 为的流行性感冒 给我们做这些全面性的解说 给我们说要怎么移动 要怎么治疗 非常感谢郭医师 多谢你 对 叶玛在这里 顾一个小小的提醒 我们的这个流行性感冒 在流行的这个阶子里面 最好 我们在皮包里面 还是在垃圾里面 都准备一个口罩 你如果是要出在公共场所的时候 就把它掛起来 我想这样也有法 减轻我们这个 感染流行性感冒的机率 好 我们现在要去看看 一段公告之后 好回来 就是我们微博社的 妈台语典 邀请大家聪会来听上帝的画意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感谢上帝 为了以公媒人的文书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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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在人生外中间 有人追求好的学问 但是有人说 好的学问 不达到会好做好事 但是有做好事 不达到 这个人 会好 疼人 但是疼人的人 如果不是 做在那个自媒生的一个 就不能做在亚索心中 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人生外中间 人生生 地做好事 不只 如果没有人疼来做 你就不能在上帝的帮战 因为上帝就是疼 上帝要疼你 上帝要疼你 你认为最重要的 下帝是说 钦对我们今天在外面 流行性感冒 来做一个总结 是 在这里 我要向大家 互相对他说 在流行性感冒的季节 可以尽量 便宜那些公共场所 因为这流行性感冒 是一种被没传染 传染性疾病 所以 可以便宜那些公共场所 因为你在那里 你也不知道上有 如果有人加烧 可能就把这些传染性疾病 传染性疾病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尽量 可以卖病 就卖病 所以你看 像人家说预防残病毒 就是你看 小孩 如果放暑假 小孩没有做会 残病毒就没有了 所以尽量避免 那个拥挤的场所 人潮众多的场所 就可以便宜 是 所以这给大家 做一个活用 可以尽量便宜便便 我在这里有几句 要送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 健康的饮食 他吃什么 就吃什么 忙偏肺 第二个就是 四度的运动 看你要做什么 就做 要打球 要走下去 就要走 这应该是 都对你的免疫有帮助 第三个就是 戒烟献酒 我们都知道 分是一定败的 酒 如果过量 也是不好 所以这能够尽量便宜 便宜便 第四个就是 心理宁静 你要保持心理的平和 其实免疫就会高 病毒就不会惹上女生 所以这是我的活用 大家建议 大家参加一下 好 是 今天非常感谢 郭医师 谢谢你 这碰面不用怕 最怕的就是 我们对这个健康 不了解 今天这个时间到够了 明天再降一个时间 夜晚大家 先心里邀请大家 一起来继续 关心我们的健康 明天再降一个时间 明天再会